英国的脱欧谈判一波三折 路透社报道 欧盟外交官消息透露 欧盟首席英国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 今天在闭门简报会上告诉各成员国特使 脱欧协议的进展偏向悲观 最后一轮谈判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双方针对捕鱼权 公平贸易规则和贸易协议管理执行机制 这三大分歧依然是僵持不下 布鲁塞尔时间下午 英国首相约翰森将和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第二度通话 以争取在星期一结束之前达成最终协议 爱尔兰总理马丁早前表示 如果谈判破局 爱尔兰将比其他26个欧盟成员国 面临更大的经济痛苦 专家警告英国要是硬脱欧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大背景下 国家经济冲击将难以估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